在发现解放军的舰队出现在台湾海岸的时候 美国总统发表了以下的声明 我的美国同胞们 几个小时前我们的海军和情报部门报告说 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在台湾海岸出现 这不仅是对我们的盟友台湾的独立 也是对我们自己的独立一个明显和现实的危险 我想直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和政府谈 战争道路不是我们希望走的 当如果被逼我们会走这条路 我们将履行我们对我们的盟友的承诺 请你们的船只掉头返回港口 尊重海洋的航行自由 灾难还是可以避免的 侵犯台湾的主权是美国的一条红线 违反这条红线的行为将会受到压倒性的武力的回击 为了以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 我已授权我们的指挥官使用特定的战术核武器 马强上将阵争完后 林宝洁替了马强当郑侯号航母的司令 他所指挥的舰队正航向台湾 按照江国防部长的设计和政治级常委的批准 中国统一台湾的行动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让计划像黑暗一样难以捉摸 就如中国舰队消失了 它很快就会重新出现在台湾周围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如此隐蔽的方式 集中其军事力量 美国人将需要数周时间 甚至多达一个月的时间 来应对 江部长的计划的第二阶段是基于 孙子的不占而屈人之兵 这是战争的最高艺术 江部长相信 他的部队突然出现在台湾海岸边 将使台湾的立法院投票决定解散 然后将其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需要开枪就可以了 江部长告诉舰队司令林宝说 如果中国入侵台湾 美国总统威胁使用战术性武器 林宝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触及 他们也不可能攻击我们的舰队 他们也没有精确的位置数据 而且我们离台北海岸只有几英里 核子攻击对台湾会有灾难性的获果 我们不费摧灰之力 就可以制服敌人 中国的盟友俄罗斯在巴伦之海炸毁了海底电缆 整个美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互联网被切断 中西部80%地区的互联网也消失了 西海岸的网络减少了50% 机船关闭市场惊慌失处 指挥美国南海舰队的败运支将 沙拉罕特现在被指派当美国航母企业号的指挥官 解放军占领台湾的前三天 美国总统命令起药航母用战术核武器 攻击中国战江的南海舰队 林保下面的每个船员都认识在那里上身的人 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在核爆区都有家人 他的武术朋友和海军无关的三个表兄弟 都住在那个港口城市 北海茂名 阳江甚至远在深圳的医院都已经爆满 如果美国对战江的打击是迅速而且苟断的 那么解放军台湾的入侵也是一样迅速 这本书最后的一个场景是台湾桃园机场 时间是2034年6月30日早上11点15分 林保被召唤离开他的战军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正在桃园机场的国际韩战楼等待江部长的到来 尽管关闭了民用飞机的使用 因为军机的关系机场仍然防满 甚至更防满 战斗机和运输机取代了客机 度假者和商务旅行者被解放军战士所取代 解放军有效的通过机场分散到整个台北 然后再到其他地方去 为了夺起和吞并台湾 他们进入整个台北和台湾的其他地方 这个顽看的台湾最终被制服 解放军分散到台北郭地区夺起炉 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发电厂等战略目标 或抓捕可能的闪动者